那么我们先看这第一大特点啊 说他的气血旺盛 身体也壮实 所以那些小伙子什么呀 就不知道累 干点活啊 没有什么疲劳的一种感觉 那么在这种生理状态下 如果一不小心他生病了 当然他得病也不太多呀 但是不小心生病了 那你看啊 本身气血旺盛脏腐充实 又得病了 那是什么病啊 按中医来判断 大部分都是实症 所谓实症是什么呀 是正气不虚 邪气旺盛 两个怎么样呢 在身体内进行抗症 这就成为一种什么呀 成为一种实症 正是由于这种正和邪 抗争有力 所以表现出来的症状 比较的严重嘛 所以你看那小伙子有时候发烧 一发烧怎么样呢 38度39度 就上去了 疾病反应的也很强烈 鼻子堵的也厉害 这个鼻涕也多 那个痰呀也多 而且是黄痰呀 浓痰呀 全出来了 症状反应的比较举烈 所以治疗这一部分人的疾病 也大部分用什么呀 用泄食的方法 给邪气出路 让他出去 说有表病的汗而发之吗 其在下的隐而节之吗 该通便的通便 该发汗的发汗 该通血脉的我们去通血脉 说到这儿呢 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你看看啊 说这个老年人就又不一样了 老年人是症气不足了 所以他得病啊 有的时候症状啊 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所以你看有时候老人发烧 很多都是一种什么呢 低烧 37度多 38度以上上的都少 39度以上怎么样呢 更少 有时候我们说他有点什么呀 烧不起来了 那烧不起来什么意思啊 就症气没有那么强的 他跟邪气的抗争啊 不是那么有利 所以症状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此有时候我们也说啊 你不要光从这个症状啊 表现的是不是特别明显 来去判断这个病 是不是特别严重 什么叫严重啊 严重是症气怎么样呢 大虚了 邪气非常旺盛了 叫什么呀 叫做正虚 邪实 这才成为疾病的严重阶段 呢 好